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8号 星期六 刚才录了一期叫 吴老尚书 是纯扯淡 这个是企业家联署信 更扯淡 说什么意思 说是潘石屹 柳传志 马云等 说什么 都是任志强的朋友 说任志强不是说他们有个小圈子 圈子里有11个人 然后他给11个人看了 其中有一个人 不小心的把这文章散出去了 散出去之后 后来有香港的记者 就是说来问任志强 是不是你写的 任志强就承认了 感叹感叹当 是我写的 然后出事了 说另外这10个人 就觉得对不起任志强 就说我们一起联名上书 保任志强 说都是任志强 这小圈子里的朋友 说有十几个知名企业家 联名上书 习近平提出九大诉求 我就 我都不想说 你今天都太假了 知道吗 大概其实说一下 九国诉求 坚持段小平路线 二否定文革 三开启政改 四不歧视民企 五保护企业家 六全民发现金 七问责新冠疫情 八释放任志强 九重新调查理论 那样实践 九大诉求 是狗屁 胡说八道 更扯淡 这不是什么更扯淡 任志强之前就说过 他们这种企业家 任志强给了一个比方 一个定义 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说是管钥匙的丫鬟 就是说 老爷今天要去查库房了 说丫鬟拿着钥匙开库 就你就干这么的 你知道吗 你就管钥匙的丫鬟 说的不好听的 跟养的猪一样 那么不高兴的 该宰来就吃肉了 刚才说吴老尚书 什么李瑞环 李南青 温家宝 那个最起码 就是说 也不靠谱 我想说 最起码还靠点谱 也不靠谱 他们仨也不敢 你知道吗 这几个就更别扯淡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知道吗 那几个好歹 还算是失业 这都什么一帮小丫鬟 丫鬟还出来炸刺 你什么时候见过丫 你见过丫鬟 丫鬟造反的吗 都没那么胡说八道 而且说实话 这几个都算是既得利益者 对体制来讲 有一些小抱怨 但是抱怨不是很大 还都算是不错 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稍微有脑子 都能知道 这都是胡说八道 而且潘石屹这家伙 狡猾狡猾的 坏坏的 知道吗 任志强有时都觉得潘石屹 这个就是怂丹 你知道吗 任志强经常觉得潘石屹怂 怂的要命 你就知道潘石屹这么怂 怎么会有潘石屹 对不对 马云是狡猾狡猾的 柳传志 他闺女还对不对 他不为自己想 还得为柳青找想 怎么可能干这种傻事 他干柳青就好 柳青还不抽死他 柳青得给他急了 对不对 他闺女就跟他翻了 就翻脸了 能干这种事吗 活儿八道 完全不挨着 就甭想这些事 这都是纯扯淡的事 好吧 我多了也不说的 没有意思 这种东西 竟然还有人来问我 什么 吴老上书 企业家联名 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 算是 我看他一眼 我都输了 你知道吗 真的 我都输了 就这样 今天讲到 这货源专享视频 就别出去丢人了 咱不说这个 好不好 还是拉倒了 还是拉倒了 这都纯扯淡 好 谢谢大家 观看